中华上下五千年有非常璀璨的历史文化,不过这些文化是在一个又一个王朝更替中不断累积出来的,一个王朝的兴盛与衰败都和战争仅仅相关,因为暴力是推翻一个政权最直接的手段,而有战争的地方就会有伤亡,那么古代战争结束之后,人们都是如何处理尸体的呢? 古时候在战场上处理尸体的方法总共有四种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,第一种就是曝世荒野,当两军交战的时候,战败的一方有可能是全军覆没。 这个时候剩余的都是一些残兵伤兵,士兵们为了保命往往会慌忙撤退逃跑,根本无暇顾及昔日的战友,对于战胜的一方会不会掩埋尸体完全是取决于心情,不过大多数受力的一方都会处理尸体的,因为大量砌尸荒野的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瘟疫,第二种方法就是挖坑掩埋,这种方法因为省力又省时,所以也成为战场上最常见的处理尸体的方法,具体做法是先挖一个又大又深的坑, 然后把尸体全部搬进去,最后再盖上一层厚土,这样也能够及时有效的防止瘟疫。 虽然这种方法一点也不讲究,但是和第一种曝尸荒野相比,也是比较人道的,不过这种方法在后来演变成活埋伤兵和战俘,比如说战国时期,秦军就活埋了四十万兆军,而项羽也有坑杀二十万士兵的记载,第三种方法就是驻京关,这种方法只有战胜的一方才会去做, 因为这样做一面可以向敌军炫耀自己的胜利果实,另一方也是为了威慑对方,他是将敌军的尸体全部聚拢在一起,然后再用砖石建筑好,这种方法历史中的记载并不少,其中明朝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中就记载了这种掩埋方式。 当然在明朝时,也就是一千四百一十年,大将军张辅大败安南军队时,就将两千多名战俘全部杀死,然后铸成了驻京关,第四种方法就是人肉军粮,古代人打仗的时候,前线的物资并不是一直都很充足,当物质匮乏的时候,即使是战胜的一方也会面临粮草短缺的情况,当士兵十分饥饿的时候,只有一种方法,那就是以敌军的尸体为粮食, 在《三国志》中就有记载曹操军粮不足的时候吃了整整三天的人肉,《三国志》《卫书成玉传》中就有过这么一段记载,出太祖、曹操、伐食,欲略其本献,供三日粮,颇杂以仁府。 自古以来成王败寇,所以不管是扑狮荒野还是当做人肉军粮,作为战败的一方都是无法选择的,有的方法让人难以接受,但当我们今天享受文明带来的幸福时,也不要忘记古代文明给我们 公元208年,曹操率领大军来到赤壁,准备与孙权联军一战,在给孙权的信中,曹操声称要率领八十万大军来讨伐他们,这一消息顿时让孙权心生恐惧,但是周瑜却看穿了曹操的伎俩,他指出,曹操所说的八十万大军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手段,实际上曹军可能只有十五六万人。 而且,曹军并不擅长水战,已经疲惫不堪,因此孙权无需过于担心,这番话道破了曹操的谎言,曹操之所以要扩大军队规模,其实是想通过心理战来打击敌人的士气,迫使他们投降。 这种虚实结合的战略,正是古代军事家们常用的一种手段,在古代战争中,时间和距离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,即使只是短距离的行军,也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,更不用说远征征战的情况,那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。 因此,曹操在给孙权的信中夸大军队规模,无疑是想借此施加压力,迫使孙权投降。 但是,周瑜的洞察力和军事智慧让曹操的伎俩暴露无疑,唐朝与吐蕃的大飞川之战,是古代战争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,据史料记载,双方都动员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兵力,这场战役,不仅是唐军的一次重大失败,也是古代战争中规模最为惊人的一次,但是,这些数字究竟有几分真实可信呢? 在古代,兵力的计算方式与现代大不相同,往往包括了战兵、辅兵、民状等各类军事和非军事人员,战兵是战场上的主力,承担着最直接的压力。 而辅兵则是提供各种必须的辅助功能,如医疗、工程、物资不及等,而民状则是临时征兆的撞压,负责一些基本的体力劳动,比如运输粮草、搭建营地等,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组织结构和职能区分,使得古代的战争动员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。 因此,在大非川之战中所谓的数百万大军,可能并不全是真正的战斗力,其中包括了大量的辅兵和民状,真正能够直接参与战斗的可能只有一小部分,而且后勤补给也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。 在古代,由于交通和技术水平的限制,后勤保障的问题更加突出,一个强大的后勤体系能够确保军队粮食充足、装备先进、士兵们精神饱满的投入战斗,但是,如果后勤保障不利,就可能导致士气低落、军心涣散,甚至整个战局因此而崩溃。 因此,在大飞川之战中,即使双方都动员了数百万大军,但实际上能够真正投入战斗的,可能只有一小部分,在春秋战国时期,长平之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,这场战役不仅见证了秦国的崛起,也见证了赵国的衰落。 据史料记载,在这场战役中,秦军屠露了数十万兆军,这样惊人的数字,无疑让人震惊不已,但是,这些数字究竟有几分真实可信呢? 在古代,战功的记录往往存在夸大的倾向,因为按照斩获敌手的数量论功行赏的传统,使得战功的记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水分,这种虚报战功的做法,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,影响着后人对于古代战场的认识。 而且,后勤补给体系的问题,也是影响战争结果的重要因素。 无论是人力物力的输送,武器的制造与修理,还是伤员的救护,乃至于战后的战场清理,每一个环节都对战争的结果产生着深远影响。 因此,在《长平之战》中,虽然史料记载,秦军屠露了数十万兆军,但实际上,这个数字可能存在一定的夸张成分,毕竟,要动员和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。 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,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,而且,即使秦军真的取得了如此惨烈的胜利,但他们自身也必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因为在古代战争中,双方的伤亡往往是惨重的,有时甚至超过了一半。 所以,《长平之战》的真相,可能并非史书上所描述的那样简单,背后必然隐藏着更多的复杂因素和细节,等待我们去探寻和解开。 在古代历史文献中,还有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记载,比如商朝时期打击建造的露台,据新旭记载,这座露台掌宽敬达三里,高度更是高达千尺,这样的描述,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。 但是,在古代历史文献中,这种夸张的情况并不少见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夸张的记载呢?一方面,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。 在古代,人们更加崇尚宏大和奇特的事物,因此在描述时,难免会有所夸张。 另一方面,这也可能是为了突出某些人物或事件的重要性,比如说,打击作为商朝的重要人物,建造了如此宏大的建筑,无疑是要突出它的地位和影响力。 但是,即使是这样,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些夸张的记载,因为在古代,人们对于建筑的尺度和高度的认知,可能与我们现代人有所不同,所以,我们在阅读这些古代史料时,需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,不能完全相信那些夸张的描述。 我们需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去理解和解读这些记载,才能更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。 在古代战争中,历史上的军队规模可能受到了夸大的描述,而实际的动员能力可能并不会达到那么庞大的数字。 无论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明清时期,实际的军队规模都受到了种种限制,远不能轻易动员出百万大军。 这其中,既有后勤不及体系的问题,也有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,比如在明朝中后期,商人与官员之间的勾结,导致了普通农民阶层受到了极大的欺压和剥削,生活异常凄惨。 这也是为什么明朝拥有接近一人口的庞大基数,却只能动员起十余万士兵的原因之一,而在清朝时期,八旗兵作为清朝的核心力量,总数只有约十万人,除了八旗兵之外,清朝还有大量的陆营兵,但由于他们主要由汉人组成,因此在统治者眼中并不被信任。 这些都说明,古代战争中的军队规模,往往受到了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限制,但是,即使如此,古代军事家们依然能够发挥出惊人的智慧,他们善于运用虚实之道,制造各种假象来迷惑和打击敌人。 比如在赤壁之战中,曹操就利用夸大军队规模的手段来进行心理战,而在长平之战中,秦军虽然取得了惨烈的胜利,但他们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这种虚实结合的战略正是古代军事家们的精髓所在,他们深知,战争不仅仅是兵力的对抗,更是一种智慧的较量,通过制造各种假象,又是敌人产生错误的判断,从而达到战胜对方的目的。 因此,我们在阅读这些古代战争史料时,不能只看表面的数字和事件,而要去探寻其背后的智慧和道理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古代战争的本质,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启示,古代战争的真相一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,那些夸张的数字,那些神奇的战略,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? 通过对这些重要事件和关键人物的探究,我们发现,历史的真相往往被掩埋在时间的尘埃之中,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探寻,定能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,一窥古代战争的真实面貌,曹操的虚张声势,唐朝与吐蕃的大飞川之战,长平之战中的数十万人屠杀。 商朝露台的夸张描述,无一步折射出古代战争史料的复杂性和局限性,但是,在这些表面的数字和事件背后,却隐藏着古代军事家们的智慧和精髓,他们善于运用虚实指导,制造各种假象来迷惑和打击敌人,这种虚实结合的战略正是古代战争的精髓所在。 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深入探究,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古代战争的真相,也能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启示,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动荡的年代,感受那些智慧的碰撞,领悟那些战争的本质,从而更好地把握未来。